我知道主不信他们的佛法 可听说这位大师极有修行 不如我们为了负重的阿哥 也尽尽心意吧 好吧 我是不会去的 你与丽辛每日一早 将我亲手抄写的经文 送去请大师送读吧 是 这天气热得让人烦闷 怎么是你在拿兵 那个送兵的艾儿呢 艾儿忙着去安华殿祈福了 一个毛丫头 骑得到什么福气 倒不像皇贵妃一风高位 连大师都过来八戒 谁知道是不是八戒 你那一女 无事献殷勤 能有什么好 这倒有点意思 皇上仁心慈爱 苍生倍感恩责 有皇上刺心 此番助导一定更见成效 一切托付于大师了 稍后片刻 平分们会将自己抄写的经文 送来请大师诵读 朕前朝还有事 先回养心殿了 皇贵妃 请大师 请大师 多谢大师 如意啊 自个儿当心点 是 恭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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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请皇贵妃娘娘安 请大师安 起来吧 大师 我家主一心向善 他特意刺破手指 抄露了心咒百变 希望能为大阿哥 和三阿哥祈福 阿弥陀佛 等我诵读完毕 会诵到佛前礼敬 转达淳贵妃慈爱之心 多谢大师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大师修为深厚 恭终上下 都对您虔诚请重 皇贵妃娘娘 每日早晚 避之安华殿进香 更是诚心哪 能与佛英相伴 本宫觉得 心里心事安宁 我有二物 可送予皇贵妃娘娘 这把贡香 是我专程带过来的 点燃之后 能具住 无边无量的福德 对器脉心神 更有弊意 皇贵妃可以一试 多谢大师 这青铜香炉 很是精致 皇贵妃若喜配饰 能佩戴七宝串珠 一定更增祥和 七宝串珠 多谢大师提点 阿弥陀佛 停 这些宫女都是网安华殿的吗 是 大师难得入宫 宫里的人们都想听她诵经 得到福报 大师精通佛法 人也长得端正俊义 宫里们去得都格外勤了 这宫女少见外男 大师虽为出家人 但还是得避嫌 等助导完之后 命她早些出宫吧 遮 遮 走 皇贵妃 听说你最近常去安华殿祈福啊 是 大师难得入宫 臣妾想时时去安华殿 为战事祈福 皇上 臣妾也为了负重阿哥平安落地 每日都将臣妾索朝经文 拿去安华殿请大师诵读 虽说大师是修行之人 可毕竟也是男子 所以臣妾从未亲自入内 说来 还是皇贵妃比臣妾更加诚实 尘婚必至 十分虔诚 难怪大师都与皇贵妃极有演员 什么贡香啊 手串啊 也只送给皇贵妃所用 大师确实赠予本宫一盒贡香 至于手串 本宫并未见过 皇贵妃还真是会避重就轻 贡香而已 认了也便认了 真说啊 进来 皇上万安 皇贵妃娘娘安 起来 皇上 前几日 奴婢奉主之命去安华殿祈福 恰好碰见皇贵妃娘娘与安吉大师举旨亲密 妾妾私语 随后 安吉大师将一盒贡香 一个青铜香炉交到皇贵妃手上 并将此串手串 亲自戴在皇贵妃手腕上 一座定情信物 皇上 臣妾并未见过此物 你如何就认定她是定情之物 既是定情之物 又怎会在你手上 真书只不过是说出所见而已 这个定情之物 是臣妾与这个方圣一起拿的 朕已经看过了 拿给皇贵妃看便是 拿给皇贵妃看便是 致连怀秀中 怜心彻底红 一郎郎不至 两首望飞红 德军手串相赠 已知两下之情 此物凭所心待遇君为正 君若有心 今夜后均于易坤宫东暖阁 家贵妃 这又是何物 你从何而得 这方圣上的宣草图案 原是曲童心双合之一 是被那日追捕刺客的侍卫捡到的 他们看过之后惶恐不已 便交与臣妾 臣妾哪敢多看一眼呀 便只能交与皇上定夺 皇上看过之后 也找侍卫查证过了 皇贵妃 你可看仔细了 这撒进红梅箭 可是内务府 只供易坤宫所用 也只是因为皇贵妃喜爱梅花 这童心结还是次要 重要的是上面的字迹 这西州曲的前几句 是讲述女子对情郎的相思 也有这童心结 还有莲子为证 不过家贵妃也说了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要紧的是 这字迹像是皇贵妃的 皇上 这不是臣妾写的 不过字迹 确实与我的字相似 皇贵妃的书法 是诗从魏夫人的 簪花小字 宫中嫔妃无人学过 所以也无从放弃 要是会贵皇贵妃在的话 也许还能临摹几许 不过会贵皇贵妃 早已嫁合戏归 所以再无旁人了 这上面的字迹 是不是皇贵妃的 皇上自然认得 至于这手串嘛 臣妾猜想 许是作为信物 引刺客入议坤宫相聚所用 谁知被人发现惊动 受到惊吓 落荒而逃时落下的 皇上 臣妾并未做背弃您的事 皇贵妃 这刺客在时 你正在做什么 臣妾在准备安寝 由索心为证 家贵妃 你问过昂华殿 当时大师又正在做什么呢 大师以静修为由 将自己闭锁在安华殿二楼 不许他人出入 可以大师的功力 从二楼月下 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 皇贵妃 你沐浴之后便要安寝 想必这刺客 也是算转的时候来的 这前几日真书 刚撞见大师赠你手串 这没过几日 就出了这刺客 夜入易困宫之时 且有事为装俭 这刺客 穿着与大师极为相似的衣袍 加之这信迁上的诗句 皇上 这许多事堆加起来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 朕相信这世间 自然有巧合之事 所以这件事情 朕自然会清查 皇上 既是司通之事 臣妾为何不叮嘱工人 发现刺客大叫的 为何 竟是臣妾的掌势太监三宝 司通密会这种丑事 岂会人尽皆知 自然十分隐秘 若有无知之人 喊了起来 也属正常 皇上与本宫情好 为何要与旁人司徒 皇上久不进后宫 皇贵妃日日与大师相会 日久生情也是有的 皇上 臣妾去安华殿 只为大清祈福 别无他意 还请皇上明见 皇上 既然这信签上提到索心 就将索心送入慎行司 审问以求明白 皇上 索心不能进慎行司 皇贵妃难道不想证明 自己的清白吗 好了 事情还未查实 这件事情还扯不上慎行司 皇上 我也是为了皇上着想 皇上为战事祈求祥瑞 请大师进宫 谁知大师 竟与皇贵妃生出 这种不耻之事 这种心术不正之人祈福 战事岂会顺遂 别说了 皇贵妃 你先下去歇息吧 臣妾告退 来 朱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本宫哪里会知道 回宫就说 皇贵妃娘娘小心身子要紧 索心 小心送娘娘回宫 皇贵妃娘娘 小心送娘娘回宫 皇贵妃娘娘 小心送娘娘回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